女佣换上一身新娘服 将女主人的口红 轻轻涂抹在浅色的嘴唇上 而这一幕 却被突然折返的男主人撞见 她慌乱地逃离了现场 一追一躲中 两人四目相对 女佣害羞地望着男人 这是一场等待了十年的爱恋 她叫小梅 十岁那年 来到一户有钱人家做女仆 夫人似乎已经等候多时 领着小梅穿过走廊 交到了庸人管家的手里 炎热的夏天 知了生锅造不已 可老爷却依旧能尽心弹琴 夫人娴熟地为她倒上一杯热茶 然后聊起了新来的女仆小梅 要是他们的女儿还活着 应该也有她这么大了 夫人一脸悲伤 但老爷却始终沉默 眼里就只有手上波动的琴弦 没得到任何回应的夫人 似乎已经习惯 最终走回了自己的房间 因为前一天赶路太累 小梅醒来时 已经日上三杆 女管家让她继续睡 说这是夫人允许的 但小梅已无睡意 她起床收拾好文章 好奇地趴在窗台上 打量着庭院里的一切 被摘掉的青木瓜 滴下了乳白色的枝叶 正顺着夜脉缓缓流淌 仿佛时光的流逝也在变慢 小梅沉浸其中 露出了最纯真浪漫的笑容 中午 她跟着管家学做饭 青菜到进滚油中 立马发出呲拉的响声 肉要单独炒 直到熟透后 才放入刚刚的青菜 出锅装盘时 一定要分成三份 一份是给老爷 夫人 以及三位少爷的 第二份 要送给阁楼上的奶奶 自从丈夫去世后 她就再也没下来过 终日与青灯古佛相伴 小梅送饭时 看到桌子上摆着一张 小女孩的黑白遗照 她好奇地看了许久 下楼时 看见了一个眉清目秀 气质文雅的客人 她是大少爷的朋友 阿全 小梅还不懂什么是喜欢 只是眼睛 已经被她勾住 根本舍不得离开 最后一份饭菜 是留给庸人吃的 小梅端着碗 一边吃饭 一边看着地上 搬运食物的蚂蚁 接着玩儿一笑 她就像这具有 顽强生命力的蚂蚁 小小年纪 就承包了一大半的家务活 小少爷还经常捉弄她 在擦洗地板时 用脚将桶里的脏水摇出来 直到被哥哥呵斥 她才停下整骨 意犹未尽地离开 有时 她还会用竹竿挑着庇护 来吓小梅 然后谨慎地挪动步子 把洗干净的衣服 重新扔进泥巴里 然而 小梅从来没有埋怨过 她依旧每天努力地打扫房间 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 闲下来的时候 她喜欢看着青蛙 从飘满浮屏的水池里跳上岸 也喜欢听着曲曲 在瓦缸里的欢快叫声 她的世界 就是这么简单而纯粹 而主人一家 就没有这么岁月静好了 老爷虽是一家之主 但一心在情 两耳不闻家事 家里的收入来源 全靠夫人经营着一家布庄 但生意并不好做 勉强支撑着这个没落的家族 而老爷却不安分 最后才回来 七年前 她再次离家出走 结果女儿阿桃生病了 家里没钱治疗 最后死了 老爷回来后 认为阿桃的死是在替自己赎罪 从此就再也没有离开家过 阁楼上的那张小女孩一照 就是阿桃 女管家向小梅说完这些后 两人都沉沉地睡去 晚上宵禁声响起 但外出的老爷还没回家 似乎是预感到了什么 夫人赶紧打开前匣子 果然里面已经空空如也 她知道 丈夫再一次卷钱走了 伤心欲绝的夫人 来到小梅的床前 她真的很像阿桃 她仿佛明白了 丈夫为何会再次离家出走 大概是 她觉得小梅就像上天补偿的女儿 所以认为自己已赎完了罪 想到这里 夫人抹着眼泪 她不能倒下 还有一家老小靠她生活 日子还要继续 入夜 二少爷听到阁楼传来说话声 她亲手亲脚走上楼梯 却听到奶奶正在训斥母亲 你有一个丈夫 却不知道如何讨她开心 不然她怎么会离家去找别的女人 男人寻花问柳 竟是家里女人的错 是用木瓜做菜 先轻轻剁出一排秘密的口 接着一刀滑下 用作凉拌的木瓜丝就有了 木瓜心不能吃 小梅好奇地切开 一股浓郁的香味 立马溢出来 木瓜子晶莹剔透 她用稚嫩的指尖去触碰 感受着那份属于她的乐趣 午饭时 小少爷不停询问爸爸去哪了 她还小 根本不知道 爸爸已经抛弃弃子 卷钱走了 但哥哥从心底厌恶这个人 他大声让弟弟闭嘴 小小年纪的他 已经被迫接受了生活的残酷现实 他对父亲愤恨不已 但更多的是懂事 和对母亲的心疼安慰 这天 许久未开张的布庄 终于迎来了生意 夫人赶紧让管家买来几十斤大米 家里见底的米缸终于被填满 得知大少爷的朋友阿全 要来家里做客 小梅主动请求单独下厨 还换上了一身仅有的漂亮衣服 想把自己最好的一面 展现给喜欢的人 她小心翼翼端着菜 眼里满是激动于喜欢 阿全不经意地看她一眼 小梅都会害羞地低下头 然后再转身那刻 心满意足地笑着 一日 小梅正在擦花瓶 一只壁虎从里面窜出来 她被吓了一跳 失手将花瓶打碎 这是夫人最喜欢的古董 但她却没有一句责备 轻轻抚摸着她的头 就像是在对自己的亲生女儿 又是一个清晨 老爷回来了 但这次她病了 病得奄奄一息 手里还抓着妻子的首饰 夫人依旧没有埋怨 她便卖家里的古董 请来医生为丈夫治病 然而 一年过去 小梅长成了大姑娘 虽然长得并不出众 但还是一如年少时的简单纯粹 喜欢观察任何新鲜的事物 在历经了十年风霜后 这个大家庭已经摇摇欲坠 夫人接替了奶奶的位置 每天在阁楼诵经念佛 守着几张一项度日 已婚的大少爷 就像她死去的父亲 对家拭目不关心 整天摆弄着父亲留下来的那把情 她的妻子 一如当年的夫人 操持着家里家外的大小琐事 但布庄的生意却大不如从前 已经到了濒临倒闭的境地 为节省开支 夫人只能辞退小梅 将她介绍到阿全家里做女佣 临分别时 夫人拿出一套嫁妆 这本是她为女儿阿桃准备的 阿桃死后 她始终沉浸在悲伤中 是小梅的出现 才让她的生活重新有了寄托 小梅哭着收下这份贵重的礼物 临出门时 他们一个在楼下一衣不舍 一个在楼上流泪目送 阿全是名钢琴家 终日沉迷于音乐 因为父母在外经商 所以家里就她一人独居 小梅将自己对她的爱 注入生活中的每一个小细节 在她弹琴时 默默为她点灯 悄无声息退回厨房 精心准备一餐一饭 从不打扰 也从不越解 阿全有个未婚妻 对方是个富家女 接受过高等教育 和沉默寡言的小梅相反 她热情奔放 会将手伸入阿全的发烧 轻轻挑逗认真弹琴的她 会调皮地抢走曲谱 撒娇地让阿全陪自己出去吃饭 每当这时 小梅就会等到他们离开后 出来收拾被弄乱的沙发 将阿全的衣服拿去缝补 把她的皮鞋擦得正亮 她含虚内敛 温和顺从 偏传统女性的性格 但偶尔也会对阿全未婚妻的口红好奇 或者 被对方的稀释高跟鞋吸引 女孩降薯的方式有些特别 取一条凉水泼在脸上 任凭她从细长光滑的脖梗留下 头发和衣服被打湿 紧紧贴在皮肤上 果然 女人都是水做的 趁着主人阿全不在家里 她穿上了夫人送她的新娘服 戴上金银首饰 在翻找阿全未婚妻的口红时 却发现床头柜里 有很多张画像 洁白的纸上 分明是她的五官轮廓 她一笑 将画纸放回抽屉 然后用口红一点一点地涂抹在 她浅浅的嘴唇上 殊不知 在门外突然折返的阿全 正痴痴地看着这一幕 不忍心打断 小梅回头一瞥 慌乱了她 快步走进曲折的走廊 阿全在后面追着那股香味 寻觅那抹印在心底的倩影 很快 两人近在咫尺 只剩一门之隔 回头那一刹那 一切屏障都被消除 不久后 雷雨交加夜 未婚妻跑来质问弹琴的阿全 为什么突然冷落自己 她沉默着 舒缓的钢琴乐瞬间激昂 未婚妻明白了她的意思 转身伤心地离去 外面雨还没停 隔着窗户 她依旧还在弹琴 无动于衷 雷雨过后 庭院沉寂下来 阿全画着小梅的画像 一张张 一扶扶 她终于抑制不住内心的爱意 走进了小梅的房间 从那夜过后 阿全解除了婚姻 和小梅走到一起 她开始教她读书十字 读错的地方 就用铅笔轻轻成戒 或者用她弹钢琴的右手 轻抚她离书本过近的面颊 几场大雨过后 饱受滋润的青木瓜 终于褪去最初的青色 散发出成熟的清香 小梅做了一道最爱的木瓜丝 然后把木瓜心切开 里面的木瓜子依旧晶莹剔透 一如从前 时光飞逝 转眼间 小梅已成为心腹 她的腹部隆起 但眉眼之间 还是画不开的纯粹 电影《青木瓜之味》 由陈英雄指导 上映于1993年 该片获得第66节 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提名 电影的创作灵感 来自于导演对母亲的记忆 也是对那个时代 几种女性形象的刻画 第一种是夫人 她是就是女性的代表 勤俭持家 贤惠隐忍 哪怕丈夫三番五次地离家出走 也从没有抱怨过 也依旧会在她回来时 喜极而泣 第二种是阿全的未婚妻 她无疑是新式女性的代表 勇敢突破传统的束缚 但始料未及的是 她与阿全却一拍两散 似乎在隐喻 这种女性在当时那个年代 是不被接纳的 最后一种是小梅 她有着传统女性的温婉贤淑 也留着对新事物的好奇尝试 像青木瓜一样 不动声色地成长 无论你更倾向于欣赏哪一种 在那个时代大环境下的女性 她们身上的贤惠 忠贞 与勇敢 都值得我们称赞